歡迎收看Wins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這禮拜已經進行到了我們第七週的訓練 那前面六週都是以基礎打底的方式來做我們訓練的目標 所以在六週打底之後 相信現在的你身體的狀況還有各方面的能力都有稍微的進步 所以在接下來的三週裡面 我們會做進展期的訓練 那進展期的訓練跟原本的基礎期有什麼不一樣呢? 基礎期的時候我們會以基礎養成能力為主 先讓你的身體適應習慣 每個禮拜要進行三到四次的訓練 但在進展期之後 我們會開始把肌力訓練加入 強度開始提高 燙速開始加長 透過這樣的訓練 對你的身體在做二度刺激的時候 才有辦法再繼續進步下去 OK 就讓我來告訴你們 我們第七週的訓練課表是什麼吧 那這禮拜的課表呢 禮拜一一樣是維持我們的老習慣 就是肌力訓練啊 那這禮拜的肌力訓練跟前三週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開始做比較進階的動作 那每個動作呢 教學會在今天課表結束的片尾告訴你們 這禮拜的肌力訓練該怎麼樣做 所以禮拜一一樣是維持我們的肌力核心訓練 禮拜的訓練當中 會先跑馬拉松配速跑三公里 讓你身體已經開始維持一點點熱身 而且身體準備好的狀況之後 再開始跑後面的速度訓練 所以今天的課表是跑馬拉松配速3K 配速是2.5區 跑完馬拉松配速3K之後 可以原地休息3到5分鐘 之後開始訓練速度訓練 那速度訓練的課表呢 是400公尺5趟 那每一趟的訓練強度是5.5區 每一趟跑完400公尺之後 請這原地休息1分鐘 時間到了之後 開始出發下一趟 那禮拜三呢 一樣保持圓狀 是我們的休息時間 所以禮拜三就是你的休息日 那禮拜四呢 一樣是這禮拜的有氧耐力訓練 有氧耐力訓練呢 一樣是維持60分鐘的輕鬆有氧耐力跑 強度區間是1.5區 那跑完60分鐘之後 一樣會希望你跑3趟的100公尺加速跑 讓身體代謝掉慢跑頓頓的感覺 那禮拜五呢 也是我們這禮拜的訓練間歇強度啦 禮拜五的課表 是從上禮拜的800公尺 延續到這禮拜變成1000公尺 那湯數呢是1000公尺5趟 每一趟的訓練強度 從上禮拜的5.4區 調降變成5.0區 所以用1000公尺5.0區的強度 跑5趟的間歇訓練 每一趟1000公尺跟1000公尺之間 休息時間 在原地休息3分鐘 3分鐘一到 開始出發下一趟 那禮拜六呢 一樣是這禮拜的休息日 所以休息日的時候 就好好跟家人出去放鬆一下吧 畢竟假日大家還是要休息的 那這禮拜的最後一天訓練 也就是禮拜天啦 禮拜天 一樣是維持有養耐力訓練 那我們從上禮拜的90分鐘 調降回來成60分鐘 那60分鐘的有養耐力跑呢 跟禮拜四有點相近 目的都是希望維持你的基本有養能力 但是100公尺 只要完成兩趟的加速跑就好了 輕鬆的代謝就好 那為什麼這禮拜的課表 會比上禮拜來的輕鬆呢 因為我們在訓練前六週之後 你一定有一個疲勞累積開始上升 當你疲勞累積了一定時間之後 如果你沒有妥善的休息 這個時候你的進步是會被受限的 因為你身體沒有辦法再繼續進行破壞 你反而會因為身體過度疲勞緊繃 導致你的訓練成效不佳 就有可能有受傷出現 所以這週 總距離看起來調降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禮拜是我們的減量週啦 OK 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 那希望後面的核心訓練 你們可以認真的學習 在第七週以後開始 每個禮拜一 就是做核心還有肌力訓練啦 所以要好好把後面的訓練看完喔 OK 我們去看看教學吧 好 接下來的動作呢 一樣是我們Deva王蟲式 但我們現在採用一個泡棉的滾筒呢 作為一個輔具 位置呢會在我們對角線的動作 現在呢責任是用左手的手肘 搭配右腳的膝蓋 這個動作呢 希望力量啊 可以把力量從周圍移到 我們中軸核心的區域 口訣呢是膝蓋往上頂 手肘擋住 所以現在整個人會覺得 這個對角線的肚子啊非常的用力 那這個時候我們搭配呢 我們的左腳和右手 做一個輕輕的擺動 吸氣的時候延伸找地板 吐氣的時候輕輕的回到屋頂 模擬一個跑步的時候 髖關節和肩關節有動作的方向 搭配這個對角線的穩定 也就是說我們的左腳跟右手啊 正在擺動 而右腳是處於一個落地的期間 一樣動作中我們會去測試 他的下背疑地有沒有空間 所以也許會拉拉看他的衣服 OK沒有被我抽走表示肚子有用力 或者是看滾頭 有沒有用力夾緊 所以可以稍微干擾他一點點的力量 來做測試 時間一樣建議在30秒到1分鐘 就足夠了 就不等了 注意哦 我們來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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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測試 我們來做測試 我們去測試 我們來做測試 我們去測試 測試